4月15日,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遭遇俄罗斯巡航导弹的轰炸 此前俄罗斯曾经威胁,轰炸基辅目标作为俄罗斯本土遇袭的回应 报道称,基辅15日发生强烈爆炸 这是两周前俄罗斯从基辅近郊撤军以来该是遭遇的最强烈的攻击 俄罗斯方面称,它的导弹击中了基辅一个生产和修理导弹的工厂 其中包括反舰导弹 就在此前一天,俄罗斯确认其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起火受损严重 在拖回母港过程中沉没 乌克兰方面则表示,即使用自产的海王星导弹击中了莫斯科号 俄罗斯没有确认这一说法 俄罗斯本周早些时候声称,它将打击乌克兰军队的决策中心 作为此前俄罗斯本土比尔哥罗德遇袭的回应 其锁定的目标中也包括位于基辅的目标 14日,俄罗斯指称,乌克兰军队再次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俄军方15日表示,未来将继续增加对基辅的导弹袭击 以此作为对基辅本质上是恐怖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权 对俄军队和领土的攻击破坏